來,賴副市長請 蔡元好 副市長好 副市長,請教你 為什麼股票鼓勵 你們把它剔除了 這個 第一個 當時立法的研議就是強調救援扣繳 那救援扣繳呢,基本上就是 以現金 才能夠救援扣繳 我們的股票不可以扣,股票鼓勵不可以扣 技術上非常 財政部,財政部那個 今天誰來 市長,蔡市長 股票鼓勵可不可以扣 經委報告,股票鼓勵有兩種 一種假設現金 現金增資的部分 或者營業轉增資的部分 要扣,那假設 資本攻擊的部分轉增就不扣 對,那扣得到扣不到 扣,扣得到 來,副市長 財政專家說 你今天當衛生署副市長 扣不到 這是政府怎麼了 扣稅的人說扣得到 你說扣不到,到底扣得到 扣不到 這牽涉到成本的問題 什麼成本的問題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現在在指教財政部 不是 未來他也不應該扣 因為他的基增成本太高 不是不是 那為什麼他可以扣 現在也在扣 那你說不可以扣 為什麼 師父,請我們 幾三四來說明 細節的問題 技術性的問題 幫我委員 其實先前曾次長也有提到 費是費 稅是稅 那所得稅裡面 因為他要做結算 他可以扣得到 但是在健保法所規範的精神 因為我們是救援扣角 而且是現金基礎 所以不太一樣 為什麼不扣嘛 在裡面 在全民建法法31條裡面講得很清楚吧 鼓勵所得啊 是 他也提到說 金額 所以我們是以現金為基礎 所以說嘛 鼓勵是現金鼓勵 你們四指挑軟的吃嘛 散假人齁 半夜去打工 那個你們 你們很好處理的 好台的 那都不抗議 你們處理嘛 你們違背母法自己搞了一個 一定金額 一定金額之後 你們就把人家股票鼓勵給 扣除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你不把其他的地方也扣除呢 你們要扣的這些項目 為什麼 為什麼直接不扣除 為什麼 為什麼堅持所得不扣除 為什麼執行業務所得不扣除 為什麼只單挑股票鼓勵來扣除 為什麼 講個道理出來讓大家聽嘛 財政部說扣得到耶 今天財政部 如果說 委員這扣不中 白無白了工的啦 那另當別論啦 財政部跟你說扣得到 你們自動轉彎 買股票鼓勵大財團 那都不用扣 沒關係 我們就齁 找這些比較散的來出手 這些都沒意見 這些都點也不疼 這些人最好處理 署長 合不合理 為什麼不扣 我剛剛給委員報告過 技術上非常的麻煩 就跟你說財政部說扣得到 你還在加工技術 因為稅是有結算 但是我們這個普通保險會強調的是 救援扣角沒有結算 所以技術上 沒有技術上的問題啦 你要不要扣 你要不要扣扣而已嘛 最基本嘛 我股票我照面子算總可以吧 我面子找扣號 不管你現在市價多少嘛 想個辦法一定要扣嘛 我們今天在討論 健保沒幾年我們就要來一次啦 那每一年喔 健保只要赤字快要倒了 署長就準備要下台了啦 現在你們全力要保這個署長啊 用補充寶貝的方式再來救火啦 你要補充寶貝也可以 大家講一個比較公平的方式嘛 不能老是找窮人開刀啊 不合理嘛 今天啊 你們要 你們之前列出來的 大家社會上已經很多爭議了 為什麼 窮人半夜要去打工 人家好不容易 兼一份拆兼兩份拆兼三份拆 想盡辦法就增加一點收入 你們要把人家納入補充寶貝裡面算 好那我退一百步講那也就算了 你們現在連人家股票 所得的股票鼓勵 你都要把人家剔除掉 沒道理嘛 收人家的補充寶貝就已經爭議很多了啦 這個爭議你們沒有辦法解決 還要 再把貧富的距離再拉大 這個 這一點道理都沒有啦 組長 要不要回去再檢討一下 副市長要不要回去再檢討一下 我們會檢討 我們會窮盡一切努力呢 看能不能扣服 一定要扣啦 沒有什麼窮盡一切努力 一定要扣啦 本期只是在跟你討論一個公平的原則 你訂這個補充寶費 你不直接處理家戶總所得 已經是權宜之計啦 立法院讓這個過關已經很給你們面子了啦 你們不但 在這個已經是權宜之計裡面 你們還要拿 還要拿窮人開玩笑 四指挑軟的吃呢 四指挑軟的吃 好幾個人都 因為權力很大 他們都可以直接見馬總統 三驚半夜喔 馬總統可以府院黨召集起來開會 一個財政部的版本被你們這樣四分五裂 搞得一個不成人形的這個 正所說出來 今天連補充寶費還要再來一次嗎 還要再這樣搞一次嗎 副市長我再問你 你提到啊 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扣角的下限佔定為兩千塊 你又要調整 你告訴本息你怎麼調整 你要分別來做不同的扣 你要怎麼來扣 兩千塊是 一般的我們是界定為兩千塊 那因為剛剛委員也指教 然後早上包括王委員也指教 就是說像這個打工主 學生打工 還有進貧戶 那這些如果去打工呢 你還是兩千塊要給他扣的話呢 那就會造成剛剛委員所講的 這個挑軟的市值來 所以你要怎麼做 那如果說我們這些人 可以不扣的話 跟母法又有一些抵觸 那你要怎麼扣嗎 所以我們就從技術上說 這些人 這些人的扣角的下限呢 是 不是兩千塊 我們可能定為是兩萬塊或是多少 用這種技術性來扣服 對對對 我現在就是要請教你 我現在就是要請教你 你技術性的扣法 你告訴我 一個身心障礙者 跟一個中低收入戶哪一個可憐 哪一個可憐 你告訴我身心障礙戶你要扣多少 你要扣多少 對我們再研議 再研議 阿你那個 那個 那個中低收入戶你要扣多少 再研議 那哪一個高哪一個低 還是再研議 哪一個扣角下限會低 還是兩個都一樣 副主委 你不用再研議啦 你回去之後研議出來 我就告訴你啦 你告訴我你 如何政府去區分哪一個 哪一個人 最需要政府協助 所以哪一個人扣角 這個下限應該調得更高 你定出一個一萬一個兩萬 那我問你為什麼 另外一個要一萬 另外一個要兩萬 你告訴我 你的標準是什麼 所以這個 為什麼要再研議的原因 也就是在這裡 你再研議出來 你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嗎 你告訴本席 我今天就可以在這裡 我給你算命啦 你研議出來 會有什麼不一樣 你告訴我嗎 研議出來才有結果 你研議出來 不會不一樣啦 你研議出來就是一樣啦 你研議出來就是一個 亂七八糟的制度啦 你研議出來就是一個 哩哩哩哩哩的制度啦 你用這種方式 所謂扣角下限 你用暫定的方式 你沒辦法研議出來啦 你告訴我嘛 你研議出來的時候 誰是 誰是兩千 誰是五千 誰是一萬 誰是兩萬 你的標準是什麼 包括你現在兩千的標準 我都很懷疑啦 那你現在兩百 你現在東檢西扣的 你兩百零八億怎麼來 你會差多少 你的缺口會差多少 你扣掉一個股票鼓勵 少收多少 八億 八億 好 你再把扣角下限往上調 再差多少 這一部分應該相差 有限 有限是多少 我們還要再評估 那你什麼都還沒有評估好 那你今天要報告什麼 沒有今天就是 聽到委員有這樣的 一個意見 我們認為說這一部分的意見 我們應該重視 我們應該採納 所以我們才 認為說要重新演繹 原先我們是沒有考慮到這麼做 部長 回到家戶總所得 這個方法搞了老半天 離離落落 這個齁 一樣 這個大家這樣蹭金論量 這樣再搞 搞到最後都是那些聲音小的人吃虧 我請那個 那個騰發言人 那個市長 你請坐 發言人好 我剛剛問那個副署長的問題 把扣腳下線 來把它做一個調整 結果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扣腳下線沒有在母法裡面定定 只有上線是在母法裡面定 所以扣腳下線當然是由主管機關可以另外再研議 但是因為我們涉及的這個包括中低收入戶 以及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涉及前的這個弱勢的這個外籍配偶 來自於其他老人福利法所涉及的這個 70歲以上的這個中低收入的這個老人裡面 好像加起來人口啊 大概至少就涉及到四百萬左右 那這三四百萬的這個人口裡面 不是下線保費扣取的問題 而是補充保費的收入 就是說它所得來源是不確定的 那不管以身心障礙者而言 我可能有不同的這個 去到處去打工 只要每一筆 如果以現在下線的話 是兩千塊以上都要扣取 內政部是沒有辦法掌握 所有110萬的身心障礙者 他會在哪裡有補充保費的收入 所以他沒有辦法像一般保費 這樣有固定的保費的投保單位 他可以就近的方便的補助 所以他的行政成本的衍生是非常的高 那這樣他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公務機關可能在編列 公寓上要補助這些 十二類的這些弱勢族群的保費的時候 其實可能會面臨相當的這個困難 所以你認為這個不可行做不到 我不敢說做不到 但他很難做到 就是他在整個行政成本上面的這個 因為這部分恐怕連財政部在將來要結算的時候 也不一定能夠完全的掌握 因為他是零零種種 那加上健保保費是救援扣腳為基礎 所以他又不採結算 等於是你救援你也會增加扣腳義務單位的很多的麻煩 因為如果這三四百萬人口又涉及到部分保費的補助 好補充保費的那個部分不是一般保費 一般保費補助已經有一些困難 那加上這些人又要涉及補充保費的補助 他當然又會更加扣腳義務單位更多的查詢跟行政的成分 是很困難的 好我想時間到了啦 我想我們很清楚啦 做財政部做得到的事情你們不會去做 你們說那個很困難 然後人家現在跟你講說 你們要搞這個所謂扣腳下線在那邊高來高去低來低去的 就跟你講那做不夠 你們說我們要來做這個 很奇怪齁 你們覺得很奇怪 衛生署你們覺得很奇怪 財團的聲音那麼大你們都聽到了啦 民眾小老百姓的聲音你們都聽不懂 你們都搞那個人家跟你們意見都是不一樣的啦 我希望你們真的好好檢討啦 用補充保費的方式已經是權宜在權宜了啦 你們不跟本清源正本清源去處理健保的問題 用補充保費已經權宜 權宜當中要在柿子挑軟的吃 我想這個不會通啦 謝謝